中国突然向全球公开宣布 耗时六年正式打通天山隧道 震撼一幕欧美28个全傻眼了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 新疆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历史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有一座雄伟的山脉 天山它犹如一条巨龙横跨新疆全境 将这片土地划分为南北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如今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一个宏伟的计划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展开 那就是件是一条穿越天山的长达22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 这不仅是中国最长的隧道 更是新疆交通的几辆 它的建成将是天山南北的交通焕然一新 极大的拉近乌鲁木齐与库尔勒的距离 为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注入新的活力 天山自国以来便是中国西北边疆的一道壮丽天然屏障 险峻地行使得过往的人只能绕道而行或者翻越高山 这无疑消耗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严重限制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如今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资本的大量投入 中国人正致力于攻克打通天山的艰巨任务 这不仅是一场技术的大比拼 更是一次一致的考验 打通天山无疑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巨大工程 它需要的不仅仅是过硬的技术支持 还有巨额的资金投入 尽管这项工程耗时费力 但我们仍坚定不移地推进 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一旦天山隧道顺利打通 从乌鲁木齐刀玉离的车程将从七小时缩短至三小时 这将极大提升运输效率 促进商品流通 进而带动整个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 尽管打通天山隧道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如高海拔 严寒气候 复杂的地质条件等 但中国人民凭借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先进的科技力量 正在一步步克服这些难题 根据最新动态 天山胜利隧道计划于2025年10月正式完工 这一重要时刻 不仅新疆人民翘首以盼 全球各地的目光也将聚焦于此 天山隧道的建设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和经济发展项目 更是展现中国科技实力和民族精神的辉煌篇章 随着工程的逐步推进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天山隧道的成功通车将为新疆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开启新的篇章 天山隧道非要建造不可吗 上世纪70年代 中国政府为了促进南疆和北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决定修建一条连接两地的公路 天山公路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因为要穿越天山山脉 地形崎岖险峻 需要经过很多的悬崖绝壁和冰天雪地 但是 工程师和工人们没有被困难达到 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 修建了这条公路 其中 从独子山道库车这段路程是最巨挑战性的部分 这里的地形异常险峻 急转弯和陡坡众多 有些地方甚至有悬崖峭壁威胁 一不小心就可能车毁人亡 但是 为了实现南北疆的联通 这个路段必须修建 工人们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和困难 他们需要在极端的天气和环境下工作 但是 他们没有被吓到 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 一寸一寸的挖掘 爆破 运输和铺设 将这段险峻的路程变成了通途 虽然独库公路的修建过程 终遇到了很多困难和危险 但是它最终还是完成了 这条公路的建成 不仅极大的促进了南北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也成为了网红公路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和旅游 但是独库公路的修建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由于地形复杂 急转弯和陡坡太多 这条公路的行车速度和安全性都受到了影响 因此 为了进一步提高行车速度和安全性 政府决定修建一条横穿天山腹部的隧道 这项工程被称为隧道建设的登月工程 难度极大 但是 工程师和工人们没有被困难打倒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 致力打造一条穿越天山腹部的隧道 胜利隧道 这条隧道的建成不仅极大的提高了行车速度和安全性 也成为了中国隧道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胜利隧道在内的乌位高速公路 这是一条连接乌鲁木齐和玉黎的公路 全长约370公里 这条公路的建设同样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困难 但是工程师和工人们没有被困难打倒 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 努力完成这项工程 乌位高速公路的建设不仅提高了南北江地区的交通水平 也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如果这条公路建成通车 标志着南北江地区的发展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些公路隧道建设是中国交通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这些工程标志着中国交通建设的飞速发展 也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在未来 随着中国交通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完善 相信这些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天山胜利隧道是一项具有化时代意义的工程 它不仅展现了我国工程团队的智慧与勇气 而且创造了无数的技术奇迹 这条隧道对于连接新疆南北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天山胜利隧道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 它充分展示了我国工程团队的智慧与勇气 并创下了无数技术上的壮举 这条隧道在促进新疆南北地区连接和区域经济发展方面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针对不同言性 他们采取了顿购法 全断面法和分断法等多种绝境策略 成功应对了各种复杂的地质挑战 他们还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 如搭数据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 实现了绝境的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 进一步提升了施工效率和安全性 在克服地震影响方面 工程团队针对断层带采用了多种知乎方式 如喷社会凝土 毛杆 钢筋网和钢拱架等 确保了隧道的稳定和安全 同时 他们借助尖端的地质探测技术 如地震监测 盈利监测 核变形监测等 实现了隧道知乎参数的实时监控与调整 从而显著增强了隧道的安全性能 为了保障工程的顺利进行 工程团队采取了多种措施 确保安全高效绝境 他们根据不同言性和地质条件 调整了绝境速度和参数 确保了施工的顺利进行 而且他们还采用了智能化和数字化的 绝境精度和质量 提高了施工质量 为了提高支户强度 工程团队针对断层带有针对性地 进行了支户设计和参数调整 实现了支户可靠性及安全性 这不仅保证了隧道的稳定 也为后续的运营和维护提供了保障 在工程优化方面 工程团队改善了通风效果 针对不同的隧道段和交通流量 制定了通风系统 保证了通风效果和效率 同时 他们运用了尖端的地质探测技术 如地震监测 盈利监测和变形监测等 对隧道之后参数进行 实施监控与调整 显著增强了隧道的安全性能 天山胜利隧道的建设工程 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 但凭借工程团队的聪明才智 何不懈努力 他们已经成功地克服了各种困难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这不仅是对我国工程团队智慧和勇气的肯定 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技术突破 天山胜利隧道 这项连接新疆南北疆的战略性工程 不仅展示了中国基建的强大实力 也预示了该地区未来无限的发展潜力 我们了解一下中国公路收费的基本情况 由于大多数公路项目都是通过自主融资完成的 这意味着承包商需要先向银行借一大笔钱 然后再通过收取过路费来逐渐还清贷款 这种模式使得公路建设和维护能够顺利进行 同时也意味着公路使用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这些成本 新疆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拥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 特别是天山地区 这里有壮丽的雪山湖泊 广袤的森林草垫 还有众多的珍稀动植物种类 使其成为新疆旅游资源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 这些自然美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者 尤其是那些热爱自驾旅行的人 随着天山胜利隧道的建成 预计将对新疆旅游业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 游客们可以更方便地穿越天山 一次性游览南北疆的美景 这无疑会大大节省他们的交通时间和成本 而且随着交通的便利化 新疆的旅游资源有望得到进一步的激活 从而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探索这片神奇的土地 除了旅游业之外 隧道的通车还将促进新疆的经贸往来 南北疆可以通过这条隧道加强联系 推动商品经由多个口岸销售至中亚等地 进而提升新疆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 尽管我们无法用具体的金钱数字来衡量天山胜利隧道的价值 但即对新疆乃至整个中国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 隧道的建成不仅将改善当地的交通状况 还将促进旅游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 为新疆注入新的活力 让我们一起期待天山胜利隧道带来的美好未来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